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最近这几天娱乐圈可是相当热闹 明星们赶着参加各种活动 走各种红炭 礼服那是换了一套又一套 当然规格不同就代表着出席人员的区别 比如某播的电影之夜 今年是第六个年头了 邀请了71位明星嘉宾 某播的这个活动一般都是流量明星的狂欢 前些年都和邀请一波小鲜肉 流量爱豆 这两年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已经很少看到了 这次邀请的71人中 流量爱豆只占据了一小部分 虽然邀请了不少人 但出问题的也不少 和之前的百花奖以及北京国际电影界相比 差距确实不是一星半点 首先说明星到场方面 居然还出现了推迟现象 而且是大面积推迟 明星走红毯大面积迟到 明星走红毯出现大面积迟到 这恐怕是头一次见 原本4点15的直播开始 直到快5点的时候才开始 即便是晚开了这么多 后续到来的明星大部分也都迟到了 准时准点的没几位 估计这些明星全都在堵在了路上 一开始的红毯集结区域都没有啥人 空荡荡的 主持人的采访对象也比较尴尬 以往都是采访明星 结果现在一开始采访的全是幕后制作人员 什么导演 编剧 制片人等等 平常这些幕后的人都被拉过来 前奏聊了一个多小时 这其中唯一出现的明星是王祖兰夫妇 不得不说 李亚男确实很顶 他们夫妻俩好像很久没有合体参加活动了 不过奇怪的是 对于王祖兰 不少网友留言挺烦他的 前天还在北影节开幕式上现场 唱得很尴尬 之后又经历了半小时 镜头再次回到后场去的时候 明星终于出现了 原本空空荡荡的三排座椅 后两排坐了不少人 看采访 感觉任敏和欧阳娜娜都快处成了闺蜜 被问问题的时候 欧阳娜娜说 碰到好的角色 故事 导演 时间都希望多去尝试尝试 不过他这演技确定导演能看上 最终聊了两个小时的前作 《红毯仪式》开始了 主持人尬聊 凡是走红毯的明星 主持人多多少少都会说几句或者介绍一下 不过这一次也不知是赶时间 为了赶在晚会开始之前把红毯走完 或者是主持人确实不知道说啥了 介绍的时候很忽庸 有的干脆不介绍了 采访也对准了知名明星 名气大的人就一个劲得了 比如王祖兰夫妇 容祖儿 任敏 欧阳娜娜 马苏 张碧晨等 更有意思的是 外场主持人还带拦人呢 比如大鹏 他正在和王一波走向红毯现场 这时候直接被拦住询问问题 突然冒出来的采访让大鹏有些诧异 来来回回夺步了好几次 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呢 最后还是停下来接受采访 示意王细博先走 晚会内容很尴尬 晚会上王祖兰又一次现场了 不出意外的意外 最唱的接受不了 果然引来一大批网友的吐槽 现场音箱很灿 好在周深是实力派 没有被音箱坑 一时间的裂开和尖锐刺耳 被及时挽救回来了 全开麦洗蹄 热搜 颁奖的时候 以往都是人人抢C位 这次居然人人嵌让了起来 王一波依然是习惯性溜边站 一度溜出了镜头外 得亏导演把他叫回来了 王一波跟王俊凯都是两个流量偶像的代表 着实是没想到活动方会把两人安排到一起 但是两人不熟悉 那状态十分拘束 脸上写着不熟和尴尬 尴尬的都能抠出一个户型了 两人中间的距离都可以停一辆车了 主持人催促他们靠边站 可是他们就不靠近 小小挪了挪 等于没动 不知道为啥 镜头照到明星脸上的时候 一个都是油油 油光成亮 沈腾现场做起了服务称 笑不活了 确实自由意思 也颇具讽刺的是 百花奖沈腾拿到了零票 结果电影之夜 他成了最受欢迎的演员 其实每届电影之夜都会出现不少错误 比如去年的众星合照的时候 站位站得不知所措 有拿奖的人要来个集体合作 结果主持人也没提醒 里面出现了几个没拿奖的人 去年山之大哥还红 给了他一个奖 结果给了他一个特殊对待名字 播报 播了两遍 原本是年度潜力演员 结果大屏幕播报成了年度期待演员 没成想 拿奖没多久他就翻车了 一个节目总是出现那么多的翻车场面 确实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你以为只有这些槽点吗 并不是 还有不少呢 而且这届红毯明星们是真的很会玩 一个个齐装异服 吸引眼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